歡迎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我是民建聯的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陳學鋒 今天聯同我們民建聯中西區的區議員 包括楊學鳴 劉天靜和張家欣 我們就在這裡舉行一個發佈會 政昌發佈會 主要就是我們都看到現在香港的樓宇的扭齡 越來越大了 大家如果有印象 上一年其實都很多大廈因為暴雨 導致到外牆有跌石屎等等的問題 因為我們長期都在地區工作 也都看到很多法團在處理維修的問題上 都面對艱難的情況 最近消防署也都推出了一個計劃 主動去協助一些大廈去進行消防維修工程 因此我們就在這裡很希望提出一個窗議 讓政府去思考一下能不能夠主動去讓居民參與到政府去協助做維修這個計劃裡面 今天我們就在一個政昌的發佈 先會由劉天靖去講講我們這個研究的背景 接著嘉欣就會講講我們現在大廈發團面對的一些什麼問題 再給學名再講講一些我們在社區裡面經常見到的情況 最後我們會有兩點的政策倡議和大家分享 在這裡我先把時間交給天靖 謝謝學峰 我們今天做這個倡議 其實最主要是因應現時樓宇的急劇老化的一個狀況 正如剛才也提過了 特別是本年的年頭 其實很多不同的媒體都爭相報導一些可能大下塌塌市的個案 政府也是特別 局長出了來講 就是過往處理一些樓宇的維修 就是檢控方面比較寬人 日後可能會加強檢控去捉住舊樓去做好維修 其實我們看清楚發展局的數據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由2011年到2011年其實樓宇老化的速度都是非常之快 我們本身由可能17,000個30年以上的單位 10年內急速發展到27,000個 而在2011年的時候 50年樓宇以上的單位是差不多有1萬棟 到上年年底當中三毛大廈是有3,100多棟 只是中西區都有4,100多棟 所以整個樓宇 私人樓宇的復收狀況是需要改善的 我們先講一講現行的樓宇復收的一個政策 其實現在大家經常聽到一些大維修 或者樓宇復收的一些政策 其實是始於2012年的 2012年他們就落實了一個叫做強制性驗樓計劃的一個措施 當時就是以全港30年樓宇以上1萬7,000棟的私人樓宇為目標 當時就是做一些預防性的復收 讓我們的舊樓不要有些塌石屎或者造成危險的狀況 當初那個計劃是每年向2,000棟目標樓宇發出強制性驗樓的通知 而政府的預算整個樓宇復收由出命令選樓宇然後去做驗樓去做收緝去做覆核 每棟樓每個命令就需要15個月的時間 希望每年2,000棟的通知可以追得上樓宇老化的速度 去做一個樓宇的復收 但現實的狀況是怎樣呢 現實的狀況就是我們看得到 由2012年開始落實去到2013年的年底 需要做強制驗樓的樓宇一共有7,000棟 而最終完成了驗樓和維收的只有2,200棟 也就是這10年裡面平均只有每年200棟的樓宇 這個是對比起政府當初每年2,000棟的目標 只是它的十分之一 也都是一成的 而對比起現時每年600棟的目標 也只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看到成效其實是未如政府的理想 而剛才所說的 政府預計每棟大廈處理這個命令 是需要15個月的時間 其實現實做起來是要4至8年 所以當中做好樓宇復收的時間 是遠比想像之中長的 這些大廈當它沒有完成一些樓宇復收的命令的時候 政府其實每年都會去選擇一些有即時危險的大廈 可能是會幫它做好一些的復收 但是數量是少之又少 可能是一些本身有危險但自己做不到的大廈 最後就向各業主收回費用和附加費 但是現在這個都不是一個行常性的項目 而是每年選擇一些真的有危險的大廈才去做 也都不能給一些大廈自願性去參與 所以這個只是屬於很少部分的一個情況 之後交給家欣講一講現在大廈在面對維修的時候 就是面對什麼問題 其實現在的業主和法庭在維修當中 其實他們的角色都很被動 他們是有很多問題要去面對 全香港其實有超過三千六的三毛大廈 其實他們的舊樓單位很少 很多業主其實已經是年紀很大 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去幫忙 而且有很多業主已經可能是二左運 不在香港很難聯絡到的 所以即使有一兩個業主是願意挺身而出 去說我們去組織法團 也是很難的 因為很難符合到最少三個委員的標準要求 第二就是大部分的業主和法團 他們的積極性是很低的 因為業主立案法團 其實他們是要對他們大廈的公用部分的管理 負上這個主體的責任 所以幾乎是沒有業主去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成為我們股委會的委員 如果大廈裡面有一些年輕的業主 大家都希望我們年輕人出來幫忙 但其實很多年輕人他們上班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他們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大廈付出 年紀大的其實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去協助法團 處理一些維修或者處理一些命令 而在法團積極性這麼低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難去推動到我們樓宇的維修的 那好了 去到即使真的很幸運成立法團 可以推動到這個維修的工程 在當中他們籌備的過程 招標、集資 特別是集資 是他們面臨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很多業主其實是不願意去交錢 那法團最後就要訴諸法律 而這個過程程序是相當複雜 對業主來說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剛才天證也有提到 政府透過過往兩次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亦都有將一些大廈 他們無法履行的命令 就會直接將一些有即時危險的樓宇 安排成建商去進行修復 但最近一次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其實已經結束了 在政府財政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恐怕其實未必會再有新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會推出 那對於將來無法成立這個業主立無法團 或者去組織一些維生的業主 他們就會面臨一個更加嚴重的罰則 他們亦都沒有辦法可以處理到這個情況 接著我交給學明講一個例子 其實幾個例子都很清楚地講了 如果大廈自己本身是統籌不到一個大維修 大型維修的工程 到最後大廈的危險性亦都存在的 就由政府進場 屋宇處是比較好的 真的會有承辦商會進場去做一些維修工程 去解決大廈即時的危險 或者有一些比較嚴重的前序危險 有一個例子在寶德街 他們12戶只有一半的業主找到 其他一半的業主從來未出現過 而且出席的業主出現的業主 都是七六八十的路人家 想做都有心無力 也統籌不到 到最後就是由屋宇處進場 只是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 做了外場的修復工程 石屎摩洛的問題 就得到解決 接著屋宇處也都好好地幫他們 申請了樓宇更新大行動2.0 也有錢去資助他們整個維修工程 剩下的餘款 屋宇處每一戶 跟業權分數去攤分 這樣追回收費 這是很有效率 很簡單地幫到一些武佛 去統籌佛團做大維修的大廈 另外還有一個大廈在第二階 雖然它有業主立案佛團 但是基本上沒有可能做大型的維修 因為地庫的業權分數是9份 樓上的業權分數只有1份 根據公契的科款集資 一定是地庫給9份 樓上給1份 地庫就說明公契是極不公平 對它不合理 它是不會做任何集資工程 樓上的業主又沒有辦法妥協 因為按公契一定是樓上交1份 樓下的地勞 地庫就交9份 僵持 到最後如果法團去推行維修工程 請了承辦商 樓上的業主也說明 不會幫地勞 地庫去夾了它那9份 然後才追回 因為都知道 釘完契之後 都不知道做多久才能追得到 所以僵持了 有一次是渠塞到三樓 都做不到 到最後屋宇柱進場 幫它做了這個維修工程 屋宇柱按二權分數 去每一戶業主去摊分追收那個費用 這樣才能解決到大廈的一些即時危險 以及維修工程 這兩個例子也說明 其實還有一些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在第三樓 就是一個唐樓 就是十二戶 後面的黨土場要做維修 歐月署出了命令 政府追了很多次 談了十年都做不到 去年歐月署進場 幫他們做了黨土場的工程 其實這十年期間 是有很大的危機 是存在在那個大廈的 如果維修一早就進場的話 他那個黨土場的風險 可能是十年前已經解除了 但不是拖了十年 幸好這十年沒有意外 如果有意外的話 他大廈的業主就會受到損失 通過我們的建議 也是希望政府可以 因應一些三毛大廈 或者是有法團 但是沒有辦法統籌 大廈大維修的工程 就政府進場 除了這個屋月署 做維修 其實還有消防處的 消防改善工程 都應該有一些大廈是沒有辦法去統籌到的 或者是做不到員工的十多年 就由消防處 或者是政府 屋月署一起進場 由政府聘請的承辦商 幫他解除那些隱患 解除危機 解除危險 這是最理想的 好 交給阿翔哥 剛才聽到天正、嘉欣和學明的介紹之後 其實現在 現時政府是有主動幫那些大廈去做 不過 前提就是要在一個極度危險的情況 包括什麼呢 可能已經掉了一些碩士 可能已經是剛才說的 塞渠塞到很厲害了 完全是沒有辦法正常運作的前提之下 才去做 而這個其實是由政府部門去主動去選擇那些大廈去做的 我們就覺得這樣 其實也有不少 我們在坊間聽到的不少業主 其實他們很想去處理了政府發出的命令 不過 奈何呢 現在他們沒有辦法去叫政府來幫忙 唯一的狀況就是 令到層樓越住越爛越爛 爛到大家都不能接受了 才政府入場 這個我們認為對居民來說 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對居民的安全 對公眾的安全 對公眾的安全 都是帶來很大的威脅 因此呢 我們今次的政策 就提出了兩個建議出來 第一個呢 我們就建議由市建局去統籌這個代聘 顧問的服務 那麼現在絕大部分的維修 其實屋主要求 發團好或者業主好 要請一個叫做顧問公司 但其實在請顧問公司的過程裡面 當中牽涉很多招標 聘請 甚至是選擇的情況 作為一個普通的小市民 尤其是住在舊樓的大廈的業主 剛才嘉欣都介紹了很多都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他們不是很掌握那些招標的流程 哪些公司好些 哪些公司沒那麼好 所以去到最後呢 他們是解決不了的 那麼我們覺得市建局 既然過往在那個叫做 樓宇更新大行動裡面 他們都協助一個叫做招標妥的動作 但是招標妥的動作 可不可以走前一步呢 招標妥的動作 本身就是協助他們的招標 譬如說 符合要求的 我們就給10間法團去選擇 但是我們面對很多法團 就是那10間 哪間好哪間不好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那麼究竟 市建局可不可以再走多一步 譬如說 我們指定某一些顧問公司 去協助這些大廈 去跟進整個大維修 而當中市建局在後面 去監察著這個顧問公司的工作 去督促著承辦商的工作 市民呢 我們收回很多街坊的意見 其實這樣呢 他們是比較有信心的 因為第一 他們不需要再擔心 在招標過程裡面 會爛尾 第二 亦都不擔心 過程裡面 會有一些遺標的情況 甚至乎 他們對那個質量上的保證 他們都會比較有信心的 所以 如果市建局 能夠將招標妥再走前一步 去幫助他們 進行一個招聘 一個顧問公司 去指定 某個顧問公司 去幫某些大廈的話 那可能會更加 有利他們去做這個維修 那這個當然 我們的建議就是 要那些發言 或者業主 他們主動提出 參加市建局一個這樣的計劃 市建局才去幫他們 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一個自願性樓宇維修代辦 就是我們今天一個很重點的 事實上 剛才都簡單介紹過 消防署 接下來會收禮 主動去協助一些 未能夠滿足消防命令 而有安全隱患的大廈 去幫他們進行這個消防的維修工程 但是那個是消防署去選擇的大廈 我們就覺得 其實區裏面很多法團 或者業主 他們都很想政府能夠幫他們 但是內行沒有途徑 他們就問我們提出 如果我們一些法團 或者業主 達到某個要求 我們向政府提出 政府你幫我做 他們都知道 政府做其實是會有附加的行政費 大概百分之二十的行政費 他們都說寧願這樣都去做 因為呢 第一 都是剛才說了 他們不是想犯法 他們本身都是想完成的命令 對自己的安全有保證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去統籌整個維修 甚至乎 他們也都面對一些問題 就是可能有些業主 不肯夾 剛才學明講的例子 有些單位的業主 講到明不肯夾錢 那整個過程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做 所以我們就提出 如果能夠定一個標準 包括我們提出一些建議 如果那棟大廈的樓齡 是五十年以上 住戶是一百戶以下的 當中呢 他也都收到屋宇署發出的強制驗樓的命令的時候 他們經過多番嘗試開會 開來開去 好像剛才學明講的例子 開了很久都解決不了 能夠提供一些證明 譬如是會議記錄等等 各方面的 亦都達到某一定人數 去願意參與這個自願維修計劃的話 其實屋宇署能不能夠幫他們代併 承辦商 代併顧問 去幫他們處理好 並且 逐戶向他們收款呢 這樣呢 他們就願意 反而容易去解決到 安全隱患的問題了 其實我們建議政府開放一個計劃出來 每年可能接受一百戶這些大廈的申請 當中可能超過的話 就會怎樣呢 就可以按一個樓宇的狀況 他們有沒有危險的狀況 或者他們法團的主動性等等 去進行一個優先的次序排序 再去幫他們跟進處理 處理完之後 屋宇署就可以獨立向每一個業主 發出一個收款令的 這個呢 其實他們都是很樂意去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剛才在學名的例子裡面 其實業主都是願意去參與這些計劃的 我們跟他們的溝通 因為他們覺得 政府做他們有信心保證 一定是能夠消除命令 並且 就算貴一點也好 他們都一定能夠安全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希望呢 政府能夠在這方面呢 能夠做多些 並且呢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的 尤其是一些業主呢 他們很擔心呢 整個過程裡面 無端端呢 有些三寶人 進去 作為法團的代表 或者是突然間買了一個單位 之後就很主動去幫他們做維修 那他們很擔心呢 那他們很擔心呢 過程呢 就是一些叫做維修的動作 令到呢 他們得不償失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他們反而是對政府啦 事件局呢 是有充分的信任 那所以呢 我們就提出了這個 這樣的政策倡議出來 好希望 接下來呢 我們都會將這個倡議呢 擺在我們一個 即是施政報告的期望裡面 向我們特首 因為接下來呢 十月份就是施政報告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都會將這個倡議呢 擺在施政報告建議裡面呢 希望特首能夠接納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個 政策倡議的一個簡報 那看一下各位傳媒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了解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呢 不如我們就再拿一個牌 拍一次照片 好嗎 好